那我跟我先生 其實現在也是遠距 因為我之前在上 我又有一次機會拍到上海 那我現在這個先生就是 辭掉台灣工作 他跟我去上海 愛香水 所以我們就在上海那邊 過了大概七八年的生活 又生了第三個小孩 第二個是第三個小孩這樣子 那現在狀況是我回來台灣了 但他工作還在上海 那他每週五晚上會飛回台灣 然後週一再飛回上海工作 每週啊 每週 所以他的里程數 已經夠我們全家 在一個貴賓室吃喝完了 把飛機當高鐵坐 對 其實時間上也差不多 一小時二十分鐘嘛 對 然後就是 其實我一週裡面 只有四天見不到他 二三四 其實只有三天見不到他 其實這樣遠距 其實我覺得對我來講還好 我覺得剛剛好 你有自己的空間 對 然後週末 有一點小相聚的感覺 然後愛香 柏妮 這個信任感建立起來了 但是現在跟老公 又再次分隔兩地了 怎麼維持感情 這次分隔兩地 是因為我回來台灣 然後老公的工作還在上海 那我們晚上就是會 直接開著視訊 然後就這個台 這一台就跟著我到處走 所以爸爸的臉就會在這邊 然後爸爸就開著 然後我就會把他 搬到小孩房間說 爸爸來囉 爸爸來 爸爸來陪他睡覺 等到小孩睡著我就說 老公我現在把你搬回去 然後就把我搬到床 這個感覺是有點奇怪 不用搬到手 手勢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搬回去 然後我就把他面 我們就面對面 所以我們就這樣睡覺 他看著我睡 我看著他睡 好酷喔 我要買他 就很好用 真的 真的很美 就開到早上 早上起床就說 早上起床了這樣子 有時候他打呼太大聲 我會叫他靜音 我可以謬嗎 太大聲了 對 那有這個 我就覺得根本沒有分開 就很有安全感 對 科技 科技異地 對 而且因為一打開 就是代表是一種 安全感的認定 沒錯 所以MSN跟這個年代 還是有差別 這個年代遠距 我覺得還好 很好 對 你一開始其實是不習慣 還有創傷症候群 我有 因為他剛去 就是這個模式 剛建立的時候 頭四個月我報瘦了 四到五公斤 因為我就是 我也 好好 就覺得很好 大家也都覺得很好 但是 那時候就覺得很奇怪 我也沒有覺得 很緊張或是怎麼樣 但是我真的就是 突然間的報仇 然後憂慮 然後精神不振這樣 後來我就去看心理諮商室 然後心理諮商室 就從頭問了一遍 他就跟我說 你是不是覺得 這段婚姻跟前一段婚姻 會有一樣的結局 你是不是有PTSD 那他說 那你覺得這兩人 是一樣的人嗎 我說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他說那你為什麼會覺得 會有一樣的結局 對 對 所以他這句話 解開我的結之後 我就放下了 我就發現原來我在擔心這一個 那放下之後 我就是一步一步的 一天一天的 把這個關係經營好 那晚上該怎麼樣 把爸爸搬出來就搬出來 那週末他要回來之前 我就開始計畫 這個週末要幹嘛 甚至可以小小的打扮一下 什麼之類的 就是有點像 小別勝行魂 對 所以 心理諮商對我的幫助 還是滿大的 裡面有個共識 就是要把雙方擺第一位 對 就是從結婚到 現在都是說 我們兩個是一國的 小孩是另外一國的 對 那我們做什麼 都要在一起 那那個是很大的付出 因為比方說我喜歡看書 然後我喜歡打排球 他是沒辦法看書的人 他是 他有閱讀障礙之類的 他是理科生 那他會陪我去看 張愛玲的劇場 然後陪我去看排球少年 看他睡著打呼 看那邊 就他會配合我這些 但是我也會配合他 因為他是一個過動兒 他去參加三帖 你知道三帖 最辛苦的不是選手 是加油者 因為你在那邊 站了一個鐘頭左右 這個人才下去十秒 就加油 他就不見了 你要在那邊三個鐘頭 風吹日晒 就我索性之後 就跟他去參加三帖 所以他去了幾次 他可能是標準帖 那我就去參加半帖 那他去了幾次 我就去幾次這樣子 所以就是互相非常積極 去參與對方的活動 我覺得是可以讓我們 關係更緊密 我們是一國的 你做什麼我就做什麼 這樣子 我們是一起的 那麗菲現在為愛到台東 現在兩個人感情有沒有更好 有 我有發現 我覺得就是在都市裡面 會覺得很拘謹 不管是地方整個氛圍 跟氣候跟人 可是到了台東 因為台東就是大家 很熱情 很開放 就很開放 地也大 然後風景又漂亮 風景又漂亮 看著心情就好 對 心情就好 然後我老公就是 他最愛的一個地方 每天早上起來 他就是會抱抱我 就看著藍天 白雲 然後他自己心情好 相對之下我們的感情 當然也會更好 就以前可能一起床 在都市的時候 早 好像沒有 他就是因為好 真的好風味 好山好水 對 好心情 所以一起來就抱抱 然後或者是我 現在要回開車了 所以會去火車站 或者是街場去接他 然後第一件事 就會抱抱親親 就離別的時候 也會抱抱親親什麼 然後小孩也很愛台東 所以我們一家人 整個氛圍就變得很好 然後他可能就是去外縣市 工作什麼 然後看到好吃的東西 或者是風景 都會拍給我 馬上 然後我小狗 或是小孩有講好笑 或是有趣的一些事情 我會馬上拍 其實分享 對 其實分享 然後可能在拍戲的時候 他不會馬上讀 但是他有空的時候讀了 一定會馬上回我 或直接打視訊 我覺得就整個感情 就會變得很好這樣 兩個人反而過得更好 而且每次他參加點禮 都會感謝你 會喔 他一定要感謝我 他想不到 他就會在私下跟朋友都說 真的要謝謝我太太 就支持我去念碩士 然後謝謝他的犧牲 然後讓他可以去 完成他的夢想 所以他都有感謝我 OK 好 兩個人如果各過各的 到底感情如何維持不變 阿姨就給大家一點建議 其實我覺得各過各的 第一個就是要有一個 共同的夢想或是理念 比如說你們兩個的未來是 要把孩子服育成人 或者是你們兩個 退休的什麼計畫 或是像剛剛講的 他們兩個人現在都一起 三帖等等 好 所以我覺得有一個 共同的理想 和理念 第二個就是我覺得 還是要有相當品質的陪伴 因為異地戀嘛 可能不是每天都在一塊 所以你們在一起的時間 就不要拿來吵架 對 千萬不要拿來吵架 對這個時間就要有品質的陪伴 然後我覺得適時的 比如說小禮物啦 或者是適時的一些 精心的時刻 精心的言語 就必須要刻意而為之 因為我們每天在一起 可能你的相處時間長 你可以受得了一些抱怨啦 對不對 這個消磨啦等等 可是你的時間就已經這麼短了 如果每次見面 又吵架 又幹嘛的話 就會真的就會 就會把你的感情磨損掉 所以我覺得這兩點很重要 那第三個 當然我覺得是 彼此的信心跟忠贈 對 因為雙方的感情 是建立在信任之上 那異地戀最大的一個殺手 其實就是不信任 對 好 其實真的是 兩根可以結合在一起 真的要莫忘初心 因為要記得當初 為什麼會在一起 兩根共同目標是什麼 即便有時候可以為愛上 說是沒辦法 必須分隔兩地 必須形體上各過各的生活 但是心裡還是要緊密相繼 願意用心去經營 用心去創造兩個人 共同的精心時光 一起加油 祝大家幸福喔 拜拜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 還有我們有很多 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